慈幼银 GO!GO! 趁着宫定假日 马来西亚新山慈祭人文学校 在金斯堂会四五六年级的慈幼 举办有礼真好生活营 透过一系列有趣的角色扮演和团庆活动 让慈幼更能体会父母养育孩子的不容易 同时学习做个懂事懂理 人见人爱的好孩子 我们先玩什么银吗 喂 你们这些叫我 竟然每天只会打游戏 给我们这种说 慈幼们有模有样地扮演父母 体会父母如何劳心劳力地照顾家庭 这次觉得我自己骂得太过分了 很难让对方理解你的意思 要情深细语 你演什么大海 妈妈 然后你演了觉得怎样 头龙痛 为什么 喊到很大声 就知道 他父母很辛苦 当孩子演艺过后 我们要引导他去想 站在爸爸妈妈的立场上 正面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 正面的想法是什么 最后你得到一个很好的感受 其实可以尽量做到圆满的一个沟通方式 短片中描述着父母如何将自己带到这个世界 让慈幼更贴近父母的心 学习到妈妈在生我们的时候是要回台十月而且生出来是很辛苦的 想让我跟妈妈说谢谢您 因为有你所以才会有我 就是妈妈很辛苦 这样子我们应该管一点 我想要跟妈妈讲妈妈我爱你 爸爸在妈妈怀孕的时候爸爸一直都在照顾妈妈 爸爸你辛苦了 为了我和我妈妈 亲子温馨时刻 所有为父母奉茶现花 我学习到要感谢父母 然后不要每次都对他们大大声讲话 就没有吵架就开开心情一起生活在一起 这样是永远的避风港 我觉得这样子一种以爱的方式拥抱 这些是一直要提醒的 除了要严格对待孩子 也要以爱的方式再跟孩子相处 孩子跟父母相处 如何沟通十分重要 好像过了一个疫情这样子 然后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要怎样去跟人相处 所以希望所有的持佑们就是多多加油 然后也要记得把我们的力 把我们的德都带给所有的人 从这里也看到了 现在的孩子也不容易面对太大的压力 祝福他们通过这个应对 他们可以用在他们生活上 动得回去好好的跟父母做沟通 此又应对圆满落幕 除了让他们学习如何孝敬座母 也让善的种子继续茁壮成长 大爱新闻新山智慧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导